最新的畫面還要來關注原本是遙境活動 怎麼會演變成大規模的鬥毆事件 事情發生在昨天晚上八點多 桃園領口現場兩派人馬發生激烈的口角衝突 警方互報之後也立刻趕到現場 目擊民眾拍下畫面 雙方人馬爆發了護歐 其中黑衣人比較多這邊 那寡不敵眾被這個黑衣人給圍毆 現場包含了雨傘 掃把 還有這個精子都變成了武器 非常的混亂 調查原因是因為有民眾 在旁邊看繞鏡的時候 被鞭炮波及 才會發生衝突 目前警方已經擴大了監視器 要來調閱 而且鎖定了十部機車 查七刀六名嫌犯盜案 其他的嫌犯目前還在追起中